你現在聽的是圓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呀 那就多買一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圓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ian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家人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袁醫生 HelloDiana你好大家好 Hello大家好 那繼上集我們今天的題目 繼續是如何用同類療劑 幫助過度活躍的孩子 那袁醫生在上集提到 同類療法究竟是什麼 它的歷史和起源 原來同類療法是 哈雷曼醫生在無意之中發現的 那今時今日我們經常講一些科學的研究 那其實同類療法有什麼研究呢 其實我們經常都聽到 我們要有一個科學證實 我們科學證實 我們一定要叫雙重蠻障 就是雙重蠻障 什麼叫雙重蠻障 就是說我們要用藥的人 不知道他在用哪一種藥 醫生不知道他在用哪一種藥 病人也不知道他在接受什麼藥 就是兩邊都盲的 醫生也盲 病人也盲 那為什麼我用這個呢 這個做法的安排 起碼可以避免所謂安慰藥的作用 有時候有些人有一種期望 期望也有一種治療的影響 所以用雙重蠻障 就起碼把這些安慰的作用 那個效應就可以減低它消減它 你看同類療法 其實都有很多這方面的研究 1997年在血針雜誌 它有一個研究 它分析了186科研裡面 其中發現89個科研是符合了這個分析 叫做meta-analysis 就是普及性的普查的比較 發現89個符合這個要求的條件 好了在這裡他研究了 發現同類療法的藥 是比較所謂安慰藥 它的療效是高於2.45倍 不是那個心理作用 是兩倍半 是 效果是兩倍半於心理作用 那 1991年 亦都有一個研究 是分析了100個同類療法療劑的研究 這些研究是大概在1966年到1990年的 當時他們的研究發現 同類療法的有效率 是差不多有76% 就是76% 那當時他研究治療什麼問題呢 感染 消化的毛病 流感 花粉熱 雷風濕關節炎 肌肉痛症 肌肉的纖維肌肉痛症 還有開刀之後的康復 還有很多心理的問題 那這些各個作者 就結論就說 雖然他們解釋不到 為何同類療法有這樣的效果 但是我們也可以再跟進這方面的方向再研究 另外在1994年 也有一位叫做儀科雜誌 一位我們叫做同僚鑑定的醫學雜誌 有一位醫生 Jennifer Jacob 還有其他合作的研究人員 他發現了在尼加拉瓜的地方 知道了 這些非洲國家 很多十元仔是經常會吐舍的 因為污水之類之類 他就研究了 在尼加拉加那些十元仔的吐舍的個案裡面 發現那個同類療法的療劑 是真的證實有效的 不是一個安慰那麼簡單的 另外在英國的1994年 英國血針雜誌 蘇格蘭的研究人員 Dr.David Taylor Riley 和他的同僚 就發現 他說 如果那些酵喘的病人 如果用同類療法去處理 酵喘的毛病 稀釋的同類療法藥 處理酵喘的效果 是有百分之八十二 是大大改善的 而比較是 用安慰組的對照組 只是百分之八 百分之三十八 好了 好可惜 就是我們在過度活躍的問題裡面 我們就不是很多這方面的研究 其實都有一個 這個叫做Lamont Study Lamont Study 這個就是一個研究 就是對用同類療法治療的過度活躍的十分仔 他當時他就處理了四十三位患有過度活躍的兒童 他那個統計的分析 發現同類療法治療的過度活躍的十分仔 他那個改善是很明顯是改善的 對照那個所謂安慰藥 好了 在同類療法 我們始終是很依賴所謂很多病人的臨床的研究 因為我們是很難做一些所謂雙重頑脹這種方法 因為同類療法獨特的地方 他不是用一種單藥去醫同一種的病 因為他所用的藥是很多方面的 即是用不同的藥 處理同一種的同一個名的病 因為我醫一個人不同 就用不同的藥 變得很難用一種還原式的雙重頑脹的方法 去研究同類療法 始終同類療法到今時今日 在主流醫療裏面 都一直被認為是一種非常具爭議性的醫療方法 其實原因是為什麼呢 最主要是因為我們的藥是稀釋的 稀釋到沒有物質的時候 有很多人會說 你的藥是稀釋到完全沒有物質的 有什麼可能醫病呢 所以很多時候 任何有效的醫療 都歸功於什麼呢 安慰藥而已 完全安慰藥有一個原因 是導致這個療效的 大家都了解到 如果大家有機會 學習同一療法的話 我相信我們最近 大概一年 大半年前開始 我們已經開始教授同一療法 我自己為什麼會開始 覺得要教同一療法呢 始終我自己都行醫了三十年 過去醫治的病人 都差不多三萬個病人 始終呢 今時今日呢 能夠認識 和會去用同一療法醫病的病人 往往都是病日高方 玩到差不多最尾期 沒有人可以教他了 要開到之前的一個星期了 才開始用這個方法 我覺得呢 如果我們繼續這樣 治療下去呢 其實呢 大部分病人都是屬於這一類的 所以我就 最近我就看透了 覺得不如呢 就把同一療法呢 就是 教給多些人 因為如果大家自己 學懂了同一療法呢 你有機會呢 是及早 採用同一療法呢 是醫治那些任何的病都好 那因為你的病 不是已經去到最尾期呢 同一療法的效果呢 你是很快見得到的 那所以呢 我們最近已經開始 就開班教同一療法啦 那如果大家是 即是有興趣的 那些同學呢 其實呢 都可以上我們那個網 可以跟大家介紹 我們哪一個地方 可以找到的 是 3w.aihn.org 我一個叫做 亞洲同類療法學院 那個網址是 3w.aihn.org 那大家有興趣呢 可以上去那個網站那裡 報名啦 或者甚至乎呢 可以來我們的診所 我有很多這方面的報名的報名的表 那大家可以多些自己來學習 始終呢 很多的問題呢 如果是能夠及早解決 就是會遠都是多過呢 要找人來幫你做的 好了 那同一療法其實 為什麼有什麼獨特的地方呢 記住 一般的西藥呢 通常醫病呢 都是用一種藥 或者用幾種藥呢 是處理某一種的病的 但是同一個療法呢 就往往呢 就不是這樣用藥的 同一個療法 認為呢 其實每一個人呢 那個本質不同 那個體質不同 雖然那個病是一樣的 我們呢 不會呢 就用一種藥呢 是醫十個人的同一種病 譬如你說過度匯藥這樣 那 我們不會說用 因為你是過度匯藥的病 所以我們就有 有一種藥呢 是醫過度匯藥的 同一個療法呢 就說呢 我們往呢 十個病人是過度匯藥症的呢 我們可能需要十種不同的療劑的 那這個呢 就是那個同類療法呢 就跟其他的醫療呢 是很不同的地方的 在某個程度上呢 中醫呢 都有叫做變症論治的 都要看個症型 就不是這個病名的 那同一個療法呢 在這方面呢 是更加是需要這樣去考慮呢 才能夠呢 即是有效度呢 是處理到他們那個 那些這樣的問題的 為什麼現在的家長都不想用 這隻Ratuline去 去處理他們的過度活躍症問題呢 因為這隻Ratuline 原來是跟可卡因 同一個家族 都是同一類的藥物來的喔 而且他呢 那個藥效呢 是很短的 大概四小時呢 就會沒有了的 那所以呢 學校那些姑娘呢 就會 經常都需要去 排隊去餵他們那些 小朋友啦 那還有這隻Ratuline呢 他只是可以處理到某一些 症狀的而已 他是 治標不治本的 那另外他還有很多的 Side effects啦 令到那些小朋友 沒有吃肉啦 有焦慮症啦 失眠啦 頭痛 胃痛 那樣啦 而且會養成了那些小朋友呢 有吃藥的習慣喔 還有很可能令到他們呢 一輩子都要吃藥的 那所以在下一節我們會 跟大家分享 為什麼現在的家長會選用同類療法去處理這個過度活躍症的問題 稍後回來繼續 自然療法與你 我們平時喝的水都充滿了重金屬 雜質 錄氣 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訊息 健波能量活水器 生命之源 健康之全 陸創意健康店電話 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回到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繼續我們今天的題目 如何用同類療法幫助過度活躍的孩子 剛才提到呢 這一隻Retinal很多副作用的 那究竟為什麼我們要用同類療法去處理這些過度活躍症的問題呢 那首先很簡單 同類療法是有效的 我曾經看過Lamond study 裡面 他已經試過幾十個個案 但其實在我們的醫生的經驗 其實我們處理過數以千千萬萬的過度活躍的小朋友 所以他與療法處理過度活躍 以及很多其他的行為上的問題 以及學習的問題 是一樣非常之有效的 還有同類療法很簡單 是一個很合乎常理的醫療 同類相似 我經常都了解到為什麼我們身體有病症呢 為什麼會吃錯東西會餓 會吐 為什麼我們鼻子受到感染 或者受到刺激 我們會打一次 然後就會用流鼻水的方法 以及咳 其實這些都是身體醫療自己的機制的手法 同類療法 我們用藥是幫助順著病症 因為病症根本是自己身體在治療自己的時候 我們用藥應該順著病細 病症去治療 因為同類療法是沒有這些西藥的副作用的 同類療法 從來都不會抑制一個小孩的正常成長 和發育 跟很多西藥是很不同的 還有很多時候 很多小孩 一用了同類療法沒多久 他就開始增高 立即飆高 就不會好像很多西藥 會有壓制他的成長過程 同類療法 也都沒有我們剛才所講述的很多西藥的副作用 比如焦慮 胃口不佳 失眠 皮膚肌肉跳動 還有有時候 Retaline 如果你一停止用 它就會反彈 好了 我們知道 如果用西藥的Retaline 除非有種是慢慢釋放的淚 通常是那個效率大概都是四個小時 但是同類療法的療劑 如果用得好 有時候一劑 它的效果是可以維持幾個月的 所以很不同 很不同 很不同的 同類療法的藥當然 是比較的西藥是便宜很多 是吧 同類療法唯一的 那個費用呢 就是用在那個 醫生的診斷 會診那段時間 這是非常之重要的 同類療法的會診當然 也是需要很仔細 第一次呢 最初一兩次是比較時間比較長些 但是當你一個 那個小朋友 一開始 對那個藥物有良好反應呢 其實呢 我們會診的時間 就越來越不用那麼密的 所以長遠來說呢 其實都是一個 最合乎經濟效應的方法 同類療法呢 是醫治整個人的 不單止那個學習能力 那個行為的問題呢 會改善呢 那還有很多其他的身體上 精神上 情緒上的毛病呢 都會改善的 那同類療法 那個 一般的傳統的醫療用 用藥去處理那個 角度活躍呢 那通常呢 是只能夠針對 某個別的學習 和那個 那個 那個情緒的行為的 那 而那個同類療法呢 可以這麼說呢 就是 同類療法 一般的西藥呢 只能夠 令你的小朋友 可以開始去學習 那其他呢 就要你自己去做 那其他呢 那其他呢 好像一百尺裏面 那個 那個藥物呢 西藥呢 是只能夠呢 是幫你一串到的 還有一成尺呢 是要完全要靠你自己的了 那 我們知道啦 同類療法呢 就不會令到一個 小朋友的情緒低落呢 或者他呆滯 那 因為很多時候呢 這些這樣的所謂 有一種刺激性的那些 或者抗抑鬱的那些藥呢 很多時候呢 就會導致 嬸仔很嚴重的 行為方面 那個問題了 那 很多時候呢 這個嬸仔的情緒方面 也都會低落 就是他可以說呢 都好像都是 就是個人 整個性格都變了 都會的 那同類療法呢 通常呢 用那個 就是用藥的那個 那個密度呢 都不用很密的 那通常呢 就是用一段時間就足夠的 那不像那些西藥呢 有時候呢 用一輩子的 都不會不會指的 袁醫生啊 那如果我們用同類療法去處理 過度活躍症的小朋友 那可以看到些什麼療效啊 其實呢 可以這樣說呢 同類療法的經驗 治療那個 過度活躍的審訊呢 其實起碼 改善的地方 可以說有百分之七十的 是可以看到改善的 那當然呢 也要給少許時間啦 那 譬如哪方面呢 家裏和學校的行為那方面 會改善啦 以及能夠去集中力那方面的改善啦 嗯 學校的分數也都會改善啦 還有一些衝勁的那些 衝動的那些問題也都會改善啦 還有有時候那些多動啊 不安的問題也會改善啦 還有呢 那個 他們會 就是會 那個交朋友的能力呢 也都會改善啦 那很多時候呢 社交方面那些 即是適當的社交行為呢 也都會改善啦 那個情緒方面會改善啦 還有呢 和家裏其他人的關係那方面呢 都會有改善的 那自己呢 和那個小朋友呢 很多時候呢 他自我形象會好啦 自信心會好啦 獨立能力會改善啦 和身體方面的健康問題呢 都會減少的 我簡單來說呢 整體健康會改善呢 和那個免疫能力都會改善的 那你會問啦 那要多長時間到呢 才會看到效果呢 通常呢 如果我們用的療劑是準確的話呢 通常在兩個到六個禮 五個禮拜裡面呢 你就應該會見到這個改善的了 嗯 和那個改善呢 是會持續和穩定的 OK 那當然啦 我們也要了解啦 用採用同類療法治療呢 這類的過度會有的十分仔呢 最起碼的時間呢 最好就要一年到兩年 OK 因為呢 雖然呢 是早期呢 你見到那個同類療法的效果呢 是很快出現啦 但是呢 長遠來說那個穩定的療效呢 其實都需要一年或者以上的 那所以呢 啊 通常呢 就不要 就是不要中間斷了 有時候發現那些病人呢 那一早期見到一些改善呢 他就很快就中斷了 那其實我們要看著呢 改善應該持續的 在一兩年的時間去 才能做得到這個很好的效果的 照理這樣說 同類療法處理 過度活躍症的成效都不錯呢 那同類療法可不可以 跟一般的西藥同一時間用呢 其實呢 是很多在我們的診所 那些過度活躍的小朋友呢 來的時候呢 往往呢 其實他們已經在吃那些西藥的 那當然呢 有些呢 他就覺得 吃著西藥呢 令到審婦仔有其他的副作用出現 那他也想一下 咦 有沒有可不可以用一下其他的方法呢 那也都有些情況呢 就是我曾經也都提及呢 百分之七十那個用西藥的 有效 有百分之三十其實都沒有效的 那就是說 雖然你用著這些西藥呢 有百分之三十都沒有效的 好了 那往往都遇到一些病人來的時候呢 其實他們同時在吃西藥的 那我怎樣去做好呢 那其實有幾種的方法 那當然呢 如果他們吃西藥呢 吃到他的表面症狀呢 蓋了之後呢 那我們都很難去用 即是同時用療劑的 那我希望呢 那我希望呢 那病人呢 本身呢 都還有一些症狀 即是未曾搞得到的症狀 或者呢 他們很多時候 他自己呢 就會將那些藥物呢 減退少少 還有他自己醫生商量啦 那因為呢 我們也都需要看到病的病徵的嘛 是不是 如果你完全病徵都沒有呢 那我用同樣療法的藥呢 有時候都不能夠知道 到底效果去到哪裡的 那通常呢 我們發現呢 當我們找到一個好的療劑的時候呢 很快呢 他的症狀呢 是會真是很明顯地改善啦 在那時候呢 其實他很快就不需要用那些 過去用開那些這樣的 西藥那種 除了用西藥 可能會令到那些症狀去 禁止了他 禁制了他 可能見不到那些症狀 所以就很難運用那個 同類療劑之外 那用同類療劑的時候 有些什麼要注意啊 有些什麼是不可以做的 通常呢 我們都發現呢 有些情況有些物質呢 其實呢 很可能呢 是干擾同類療法過治療的 那大部分人 我們都要求你呢 就盡量呢 就不要用那麼多咖啡啦 或者有些張老性的物質啦 或者安樹那種 就是香氛很重那些 或者薄荷啊 當然呢 有很多那些所謂娛樂性的那些藥物啦 還有呢 是電氈 那最近發現呢 很多的電磁長波啊 那其實呢 都可能都會影響我們 同類療劑的 那也都很多呢 就是那些局部的那些藥物啦 譬如那個 那個雷固醇啦 或者抗生素啊 或者很多是那些抗蚊 抗抹菌的那些藥物啦 記得盡量呢 可以可避失鼻啦 那還有很多時候呢 那些抗生素啦 口服抗生素啦 還有口服的那個 那個雷固醇的藥呢 盡量呢 都少用 除了在一個真是很急要的 很緊急的情況之下啦 那當然啦 有些人都會用那個 用針灸的 那始終呢 針灸呢 都是某個程度上呢 都是調理我們身體的那個氣場啦 那同類療法呢 在某個層次上呢 都會有些少許衝突的 那所以呢 我盡量呢 覺得呢 我們進行同類療法的時候呢 其實呢 是盡量呢 就不要同時呢 用很多其他那些醫療的工具啦 那因為呢 其實同類療法呢 其實本身呢 已經非常之足夠的啦 原醫生那麼聽你這樣說 用同類療法都會有局限的喔 是啊 那因為呢 同類療法呢 不是個人都合用的 因為有時候呢 就是會 某些的環境啊 因素呢 是導致你呢 就是進行同類療法的那個治療呢 其實呢 那個不是那麼順暢的 譬如有時候有些小孩子啦 譬如有些年輕孩子呢 他可能呢 就是很抗拒他父母 建議所有的醫療的 他可能會特意會破壞你 或者跟你約了時間 他又不來啊 吃的療劑又不吃啊 或者特意吃的東西 是破壞同類療法的那個治療的啦 那我也都知道啦 父母方面呢 都需要呢 就是進行那個同類療法呢 至少呢 給同類療法一言的時間 就是不要太短 因為這些問題 不是一個即時可以解決的問題的 那也都有一些小孩子呢 他有很多的所謂叫做 就是行為上的嚴重的行為問題啦 那很可能呢 就已經在有些什麼 有些機構的關隊裡面 或者坐牢啊 或者用著那個 就是那些政府 就是總之可能來不到那個診所啦 不能夠用那些 我們的治療啦 那也是一個局限來的 那當然啦 那有些人呢 就不肯停止那些藥的 就是我自己遇過一個情況呢 那有個病人呢 他是用很多那些毒品的 那但是他始終呢 他都不肯停止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我都比較上是困難的 那也都知道啦 那在我們的治療的過程裡面呢 我們也要很小心呢 去來到 就是鑑定 每一個療劑的 那個效果去到哪裡啦 那所以我們也需要呢 在某程度上呢 我都要大家要合作的 才能夠做得好的效果出來的 這一節時間差不多啦 稍後回來繼續 自然搖發月里 陸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 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陸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 www.h-e-a-l-t-h-s-h-o-p.com.h-k 歡迎回來第二節的 原網台自然療法與你 繼續我們今天的題目 如何用同類療法 幫助過到藥的孩子 剛才袁醫生提到 同類療法是依人的整體性的 我知道同類療法是用不同的物質去提煉而成的 有植物、礦物、動物 它的來源都有不同 它的特性是否有不同 這個問得非常之好 在同類療法的這麼多年分析裡 我已經看到了 例如如果療劑在動物 我們稱為animal kingdom 他們的動物 就算是由甲蟲到大象 動物的主要動力是生存 要找到食物、飲品 要交配、保護自己 對外來的大自然元素 也要保護自己 不要被敵人侵犯 動物通常都要競爭 才能夠生存 強者生存 弱者就會被淘汰 所以很多時候 他們會增生食物 增配女 增地盤 通常都要控制其他人 通常 動物療劑的人 通常喜歡 外表方面 吸引力 還有 顏色 顏色 如果我們知道動物 就是動物的 kingdom 特質 會是這樣 我們會發現 如果有個申蟲 需要的療劑 是由動物的來源 就出來的療劑 通常這些申蟲 通常比較 比較激烈性 比較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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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很多時候 比較容易妒忌 而且很容易被人 刺激到她 通常是喜歡 吸引 作為一個吸引的中心 亦都會想辦法 不會被人 疏忽 亡懷了她 這些人 很多時候 要是 他們對動物很喜歡 或者很怕動物 有時候 他們的行為 就像動物一樣 喜歡打 踢 咬 咬 像動物一樣的行為 那些申蟲仔和年輕人 通常 要不就感覺 被人 治癒了她 控制她 感覺了 自己的價值觀 好像沒有了 亦都好像覺得 價值很低 那種感覺 他亦都會想盡辦法 不要被人離群 即是說 申蟲仔需要動物的療劑 的時候 很多時候 牠們會很大食 即是牠們的胃口很脹 亦都 就通常 就會有很多些 比較原始的 野蠻的行為 亦都會挑戰 如果別人侵犯牠的地盤 會挑戰性 這個 就是我們會看到 是需要動物療劑 那些申蟲仔的特性 會表現出來的 好了 那植物 需要植物的療劑 那些申蟲仔 又會很不同 我知道 植物療劑的人 通常比較敏感 那植物需要什麼呢 需要水 需要太陽 需要健康的泥土去生存 那當然 也有些植物 是很困難的 即是不需要一些 最好的環境 都能夠生存得到的 那植物呢 也都會適應 那個 天氣的轉變 那 也都需要 這些小朋友 通常就很喜歡 討好別人的 有時候 為了討好別人 就犧牲了自己的需要 那通常你會看到 這些申蟲仔 比較溫和一些 比較 就是很愛好大自然 愛好植物 愛好花朵 那樣 那當他們大的時候 能夠懂得自己去選擇自己的衣服 這些這樣的小朋友 通常會找一些 就是有植物的設計的圖案 那些衣服 即是一種流暢式的 這樣的設計的衣服 那樣 那當然這些申蟲仔 通常呢 就因為是一種植物 所以它的硬度 即是堅硬度 是比較弱一點的 那通常呢 這些申蟲仔的情緒 情感 很容易受創傷的 好了 那在植物那個方面的 申蟲仔呢 它很多時候呢 就很多時候 它會發現呢 它是很分散的 就是它人呢 很drifty 就是好像飄飄忽忽忽 和很分散的 那很多時候呢 你叫它做事呢 它都很難呢 是很堅硬地 是 就是 有貫徹始終 是完成了它的 那有時候呢 你 它們的情緒 亦都是很鬼死 就是很敏感 那你在它身邊呢 你很感覺它呢 好像很脆弱的 好像踩著那些雞蛋殼 那樣呢 隨時呢 就會踩破它的 那好了 植物形的申蟲仔呢 通常呢 就敏感啦 很有熱誠啦 其實呢 亦都很有創意啦 但是呢 當然啦 亦都可以情緒方面呢 就比較上是情緒化啦 會有改變啦 那這個就是那個植物形的申蟲仔 那第三類呢 就是那個 那個什麼呢 那個抗物質型的療劑呢 通常呢 它們都是很固定啦 很堅硬啦 還有很有結構力的 那通常這些的申蟲仔呢 是需要什麼呢 需要的組織啦 需要呢 是一個結構呢 是讓它感覺到有安全感啦 那 這些小朋友呢 通常呢 很關心 安不安全啊 有沒有安全感的地方啊 還有它那個 它那個 就是那個表現的方面呢 其實其實很重要的 那這些申蟲仔呢 通常呢 就比較上是有邏輯性啦 有理性一點啦 還有機械性一點的 他們說話呢 通常呢 講一些實在的數據啦 還有講很多一些 就是時間方面的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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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時間性 很重要的 那當然呢 植物形的那些 過度會有的申蟲仔呢 通常呢 會比較僵化了啦 是需要 需要 控制啦 那當然呢 它也會變得是緊張啦 是不安全啦 一當它離開它那個 安全的地帶呢 它就往往會感覺到 這一類的 的不安全那種問題啦 那這些審蟲仔呢 很喜歡呢 就是 製造一些東西呢 很細緻的工序呢 看一下那些 那些 那些 物質呢 就是 進行那個 程度啦 那當然啦 他們呢 比較上僵緊啦 不是那麼 自動性啦 那 那 也都他們呢 食物方面呢 都比較上呢 就是簡隱雜食一些啦 那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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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呢 他們的喜好呢 都有它的 比較上 就是 viver的 寂寞一些的 那麽呢 那麽你看到啦 在同一個療法呢 因為我們有不同的療劑呢 在來自大自然的動物啦 植物啦 和礦物炎那些方面呢 那麽所以呢 那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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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都用这方面去分类 是帮助我们选择一种适合小朋友的疗剂 袁医生听你这么说 同类疗法真是很有趣 我想大家其实都会遇到 你刚才说的那些性格的人 有什么成功的例子 是用同类疗剂处理度的 可不可以和我们讲一下 OK 我都和大家分享 我想在过去我们同类疗法医生的治疗的个案里面 曾经用过那些疗剂 以及每个疗剂的特性 大家听听一下可能都会联想得到 某个疗剂可能对你的身边人小朋友 其实好像很适合这样的 第一次我介绍 这里叫做百泥炉 英文叫做Varachium Album 是白泥炉 如何圈? OK V E R A T R U M V E R A T R U M Album A L B U M Varachium Album 英文叫做White Halibur So White Halibur是其实一种有毒性的一种的物质 是一种植物 通常这些细菌需要这个疗剂 通常是比较聪明 通常也会比较早熟 可以这样说 他那种坐不定的 差不多可以这样说 会不停地做事 这些细菌这个白泥炉的小朋友 通常见到什么都要碰 触摸摸摸摸摸摸摸 见到什么就摸到手不会停的 他一边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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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手脚会很冰冷,甚至手脚会变得白白蓝蓝 身体方面的症状,很多时候会倾向吐、呕、暈这方面的症状 虽然他们的手脚冰冷,怕冷,但他们很喜欢吃冷的食物,很喜欢喝冷的食物 例如饮冰,酸叶和水果,这就是白蓝蓝的症状 大家可以想想你身边的人会不会有个小孩适合这个症状 第二个症状我跟大家介绍,也是过去成功处理过的 就是那个炎症,炎症是natrum muriaticum n-a-t-r-u-m-m-u-r-i-a-t-i-c-u-m natrum muriaticum,即是其实炎症 炎症的食物的主要感受,大家知道炎是食炎 通常他们的主要感受是感觉上被人排斥,被人拒绝 以及被人失去他的爱 通常他们因为受到这些经验,就会退缩了 想办法就不要再被伤害了 所以这种症状症通常比较怕丑点,内向点,很少有些行为的问题 通常你只要见到他就很乖的,很成熟的 他们很容易很容易哭的 但他哭就靠静静的,躲在一边哭的 他不是在大众场所是哭的 因为他们很怕在公众场所就尴尬了 他也很多时候有很好的朋友,很信念他朋友,和他谈心事的朋友 他身体的毛病会有什么呢?头痛,有很多敏感,还有很多唇瘡 他经常有唇瘡这个问题,这也是一个炎型的主要症状 这些食物通常是中食咸的食物 盐型的食物是中食盐、中食咸的食物 中食那些淀粉质的passa、中食面包 但有些食物不中食的食物 即是那种滑滑滑滑 例如生蚝和肥腻的食物 因为对它来说口感都比较滑滑滑的 这些食物不中食的食物 这种就是炎型的食物 现在休息一会 稍后回继续《自然疗法与你》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和碗藏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网址3w.naturalhealing.com.h 休息完回来 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今天的题目 《如何用同类疗法帮助过度活跃的孩子》 袁医生刚才提到有什么疗法帮助到处理国度活跃的孩子 还有没有其他呢 我再跟大家介绍一个疗法 这个疗法是朱古力 这个疗法是较新的疗法 那朱古力的疗法通常是怎样可以应用得到呢 当我们发现一个小孩 他突然之间是倒退了 即是变回一个小孩 或者很小的行为习惯 或者他不想成长 那么觉得自己就很被人排斥了 没有了爱 那么 他通常呢 就会 发梦是发到很多关于动物 或者他很喜欢动物的 那么当然了 他们很喜欢吃朱古力 这个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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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一个精状来的 还有喜欢吃一些红色的食物的 那么 通常呢 朱古力的疗剂那些小孩呢 通常呢 是适应那些人呢 那些小孩呢 他感觉他妈妈呢 就没有好好的 就是没有好好的 治养他们的 就是他也都开始觉得呢 他童然失落了 不落了童然那个 那个玩的阶段 就是应该很开心的阶段 那就成为呢 好像一个我们叫做小飞峡那样 整天都好像当自己是一个小朋友呢 整天都不想成长啦 那这个就是朱古力的疗剂 那个阶型了 好了 那还有一个疗剂呢 我们都可以跟大家介绍 非常之好用的了 那就是那个 Calcium Calcarea Phosphoricum Calcium Phosphate 那这个呢 就是 硫酸甲 所谓是 轮酸甲 Calcium Phosphate 那大家知道了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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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轮酸甲 Calcium Phosphoricum 那 通常呢 这个是一个 适合一些成长的年纪轻人的 Teenager 或者Preteenager 通常他们的问题呢 就是 他会发现集中有问题了 OK 好敏诊了 那 但是这些小小小呢 都是 运动方面都挺厉害的 高高瘦瘦 长长的 那也都好非常之友善的 喜欢去旅行的 那但是呢 那个 那个 轮酸钙的 肾氛仔呢 因为它 钙质的方面会有问题呢 很多时候呢 你发现它呢 是小时候呢 就可能呢 就断过骨 可能一个很简单的动作啊 跌倒的时候呢 它就骨的方面就断了的 那 这种这样的肾氛仔呢 我们很多时候呢 会不满啦 就是你看一下吧 年纪轻的人呢 很多时候呢 是很不满啊 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啦 那样 那 那和钙的弱点有关的 这个就是那个 轮酸钙型的肾氛仔啦 好了 那还有一个呢 我们叫做 Carsinosum C-A-R-C-I-N-O-S-I-N Carsinosum 是一种 颜体 即可以说这个疗剂呢 是一个癌的病人 与癌的病人呢 是提炼出来呢 是做一个疗剂的 那这种疗剂的 属于什么人呢 这种人呢 通常呢 就是 他是很有大致 很想做很多很多东西的 那直接多到呢 他自己呢 就是可以这样说 是自家负担不来的 那可以这样说呢 就是去到尽呢 然后呢 自己呢 就是崩溃了 那这类的型的 那个颜体型的人呢 通常呢 就很喜欢照顾家人的 照顾这个 照顾这个 照顾十分仔 照顾家 照顾 照顾 爸爸 妈妈 那样 他就整天呢 是挂着自己 照顾其他人呢 是忽略了自己的局限 那结果呢 是出现了那个问题的 那十分仔有时候呢 你都可以看到啦 他们理想很高的 啊 常常想去达到 他的 有一种很高的成就呢 那但是在过程里面呢 他身体呢 就负担不了 是崩溃了下来的了 那这个呢 是那个颜形 Casinotion形的 的疗剂呢 我们会见到这些 这样的特征的 好了 那另外一种的疗剂呢 我相信呢 大家都都认识的了 那这个就是那个 西班牙蜘蛛啦 它叫毛蜘蛛 大家都有整体戏都看过啦 那有时候呢 你见到就是毛蜘蛛 那你的蜘蛛那个 那个症状 你会看到呢 蜘蛛很喜欢跳来跳去的 是不是 是 弹来弹去的 那所以呢 这些蜘蛛的 这个毛蜘蛛叫Tarentula T-A-R-E-N-T-U-L-A T-A-R-E-N-T-U-L-A Tarentula hispanica 那其实是一种毛蜘蛛 西班牙毛蜘蛛的 那它很有韵律的 这些蜘蛛仔呢很喜欢呢 是就是 那个 做一个焦点 被人留意它的 那它和呢 它是很喜欢呢 是就是娱乐人家的 那它会跳啊 琴啊 做很多的把气啊 那似乎呢 好像呢 就永远都不会累的 那蜘蛛猿的 什么 就是你可以看到呢 它们很喜欢音乐的 啊 它一听到音乐呢 它就会手舞触动啊 啊 跳啊 跳舞啊 拍啊 好像打鼓啊 就是它平时呢 什么问题都好 一听到音乐呢 它整个人就开心了 整个人安静下来的 那所以呢 蜘蛛呢 你想一下蜘蛛就跳啦 蜘蛛跳一下啦 啊 就是文歌喜舞的那些 那但是蜘蛛的型的 宋仔呢 都比较上是狡猾一些啦 啊 还有呢 真的是比我们叫做 就是好好好远啦 啊 很多时候呢 就喜欢捉弄它的 啊 的爹地妈咪啦 捉弄其他小朋友啦 那也都很多时候呢 是喜欢讲大话啦 啊 也都喜欢呢 是躲在一边的 那样 那通常这些人呢 当然呢 是就是 就是整天都好像 啊 好急躁的啊 啊 好是好没有耐性的 那也都很多时候呢 他们又会有破坏力都很强的 啊 因为不小心呢 他们手碰了什么呢 就令到会打烂什么 那这种型的人呢 通常呢 都是个人呢 瘟瘟瘟瘟呢 CLAVAATUM CLAVAATUM 一种啊 一种 Labrным como一个新嘗 这种疗疾的人通常是很害怕的 而且也比较小胆 但当然他小胆也好 他就不想让人知道他们是怕事的 可以说是外强中虚的感觉 我有时候叫他门口狗 他表面说到自己是很大胆的 但其实内心世界是没有什么自信心的 自己觉得自己不足 通常他在什么情况之后会遇到这些审婚仔呢 往往这些审婚仔在成长期间 父母可能经常都嫌弱他们 就是说他们指他不是 不是那么多鼓励性 他做什么都好 父母永远都觉得他做的事做错了 这种环境的审婚仔很多时候就变成一种石虫型的性格 他这些人就很有趣的 小过他他就这样欺负的 但是如果见到一些 大过他那些 权威高过他 他就很怕事的 他们也很多时候喜欢做小丑 在学习方面 他可能有学习的智障 也都很容易是集中力出现的问题 那石虫型的审婚仔很多时候是 不是很有兴趣尝试新的事物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很害怕会失败 石虫型的审婚仔很害怕会失败的 那石虫型的审婚仔 不饿得 石虫型的审婚仔一饿的时候 那人就整个人脾气焦虑 吞了疹 那一饿他就会出现那个情绪 那个急躁 不开心 不舒服的那种感觉 那这种往往是种 叫做 酥糖低这个的症状 那他身体的症状方面 很多时候他们有很多气 很多脏脏脏 尤其是吃多些豆类的东西 和椰菜熟的那种食物 那大家很多人都知道 要吃多豆会放屁 那尤其是 如果是石虫型的 Lucopodium型 那这种问题 是更加容易出现的了 那另外一个疗剂 叫做CINA CINA 其实是一种叫做 驱虫子 跟虫有关的 Worm seeds CINA 那这些人呢 可以这么说 是恶毒心肠的 这些人呢 通常呢 就是非常脾震 又不知什么原因 是敏僵死的 有时候他就不知 自己想要什么 他要那样东西 你给他 他接着又不要了 那这些蚊子 通常呢 就是 你要抱他 你就不可以 就这样轻轻抱他的 你一定呢 就要 抱得他 一路走来走来走来 一路走一路走 那他才能够安定的 你这样普通的抱法 不行的 那还有呢 这些人呢 就是 不喜欢被人碰他 亦都不可以看他的 他敏僧的时候呢 喜欢撕啊 喜欢踢啊 喜欢去打人啊 这样 任何他不 即是不如意的时候呢 他有这样的动作 那很多时候呢 我们发现呢 这些是一种生虫的 生蚊子的迹象来的 那当然了 你知道了 那生虫的生蚊子 还有什么其他看到的迹象呢 他很多时候呢 他很多时候呢 喜欢捞鼻子 整个手指捞捞鼻子 或者捞到耳朵那里 喜欢拗个屁股 和晚上 磨牙磨都很厉害的 那 那严重一点的 那生虫的生蚊子呢 很多时候呢 他有些 就是发羊钓啊 就是有些颈链 那种各类的问题 那这个呢 就有个CINA的CINA CINA CINA OK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如果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一下这个电话 和原医生会请 25773798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去这个网址